大家好 我是敵方熊貓 今天熊貓要教學如何打造你喜歡顏色的藥吸 藥吸非常的可愛 而且會跟著玩家一起到遊戲最後 所以選擇自己喜歡顏色的藥吸是非常重要的 玩家可以透過熊貓的方法 產生出自己喜歡顏色的藥吸 有了藥吸之後瑪莉歐可以跑得更快 而且還可以跳得更遠 因為藥吸會在空中滯空 開版本的藥吸總共有七種顏色 不只顏色不一樣 連髮型也不同 你們最喜歡哪一種顏色的藥吸呢 熊貓最喜歡黑色了 因為它看起來酷酷的 今天熊貓就是要教學大家如何製作出想要的藥吸 首先進度要抵達烏龍街 它在整個遊戲的第三章 在這裡有個任務就是要玩經濟場 跟著主線走就會有經濟場的任務 這裡是經濟場的選手休息室 在經濟場裡面 瑪莉歐的排名一開始是20名 只要把排名提升到15名 就會觸發藥吸單的任務 好? 好? 太好 好 不正行 太好 太好 不正 出門之後會看到藥吸彈正在調皮 出門了 出門有甚麼事 出門都是放棄後 這時候玩家先不要撿這顆要吸彈 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跟彈對話 然後再回到經濟場 把排名升到11名 馬上記錄 打死這些炸彈兵之後 你的排名就是11名 第11名之後 馬利歐就可以進行假期聯賽挑戰 這個是藥吸敷出彈的關鍵 在這裡玩家要馬上記錄 我們回到路口這個地方記錄 然後去拿取藥吸彈 如果之後你敷藥吸彈的顏色不是你想要的 就必須從這個步驟開始重新遊玩遊戲 所以這個記錄的時間點非常的重要 這裡有一個強化同伴攻擊力的徽章 請一定要拿 非常的好用 這裡跟藥吸彈對話會觸發劇情 只要按下可以跟來就會開始倒數計時 藥吸敷出的顏色會依照你帶著藥吸彈的時間 然後有所不同 想要粉紅色的藥吸就是敷15到18分鐘 想要藍色的就是9到12分鐘 這個計時是實際上經過的時間 請用手機上的計時器來計時 這裡我們還有一件事情要做 系統來相決議 選擇 Comp 即 protら 所以 選擇 這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要跟第十名的鋼鐵勇士對戰並馬上逃跑 跟你一樣不認識 這裡了 後兩百 Rainbow 殮先開始 殮先開始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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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rider 只能çe 靈 riders 靈 rid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玩家在这个画面只要一按下去 要吸就会孵出来 玩家可以在这个画面等待要吸孵出的时间 因为熊猫想要粉红色的 所以孵出的时间是15到18分钟 玩家可以多等10秒再按下按钮 小猫第一次就成功了 我孵出了我喜欢的药西 它是粉红色的 而玩家可以帮药西取名字 但要注意这个名字你取了之后是无法修改的 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成功的话请帮小猫点赞喔 我们下次见 拜拜